Hello,我是Nom便船的 我就是阿崔 那今天的视频呢 主要是回答一些 大家之前在评论里 问我的 关于画画的问题 比如我的iPad型号 我贴的啥膜 我最常用的笔刷 怎么配色等等等等 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 入门干货 一直想画画 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的小可爱 一定要看这期视频 那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呢 先来说硬件 那就是iPad 这个是我目前用的 最多的画画工具 那我之前呢 也用过手绘板 手绘屏 相比下来呢 对我来说iPad是 最便携的画画工具 那我之前也出过一期 专门讲画画工具的视频 大家可以在我的微博搜索 电脑绘图 就可以找到那期视频了 那我这款呢 是iPad Pro 第三代 12.9英寸 内存是1T 这个尺寸呢 要比我的电脑还小一点 所以日常装包里 鞋带还是很方便的 壳子呢 就是一个浮浮通通的丑壳 我一直没有换 今天大家买壳子的时候呢 买这种带内置笔槽的 这样笔呢 是可以直接放在这里 充电的 还不容易丢 再就是买这种三折式的 这样子可以立在这里 这个角度 你在画画 或者是看视频的时候 都会比较舒服 那我贴的膜呢 是内脂膜 价格在100元左右 嗯 画画容易打滑的小可爱呢 可以尝试一下 换这种膜 它就是那种磨砂质感的 就是你在上面画的时候 会更有那种 在纸上做画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画画的软件 强烈推荐Procreate 价格是68元 可以画画 做动画 绘图 排版 功能非常强大 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这个界面 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小文件夹 我会分类来放 比如这个文件夹 都是画的 我和阿联的旅行 这个文件夹 是我记的笔记 这个文件夹都是我练字的 这个文件夹就都是一些随笔 这样就非常清晰 那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 加好 先建一个画布 可以选择尺寸 也可以自定义尺寸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常用笔刷 点开这个小笔的符号 其实最新的Procreate 新增了很多 我非常喜欢的笔刷 比如琢磨里面的这个硬卡 它是有粗细变化的 而且有肌理 非常适合画一些速写啊 随笔啊 就很有那种大湿的感觉 还有绘图里面的这个布莱克本 细的时候呢 很适合画线条 粗的时候呢 又很适合上色 它上色就是那种 毛毛伦伦的感觉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用它直接来上的色 之前我们也说过 你这样画一个封闭的线条 拖住这个颜色 丢到这里 是可以直接填充颜色的 这样子是一种非常干净 明快的感觉 那你如果是用这种笔刷来上色的话 它就会更有那种随意的感觉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风 或者是画画习惯 来选择上色方式 还有上漆里面的这个尼克果冻 这个笔刷呢 就很适合做颜色的过度 比如我这个微微泛红的腮红 就是用这个笔刷来画的 这种植物上的颜色渐变 也是用这个笔刷来叠加的 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爱 从网上买笔刷 看这些花里胡哨的都是 已经被我放到最底下 快遗忘了 其实笔刷这个东西 不是越多越花哨越好 花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用的最多的来来回回 就是这几种 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笔刷 新建一个笔刷 然后都放在这里面 看这样向下一滑点这个加好 就可以新建一个笔刷了 这样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呢 就是我目前画画用的 比较多的笔刷 那这个呢 就是我写字用的比较多的笔刷 就是笔刷 你用着不顺手的时候 是自己可以给它优化升级的 大家在调试笔刷前呢 可以先复制出来一个 这样你就在复制出来的 这个笔刷上进行调试 即使你改的不好了 之前的笔刷它也还在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比如之前呢 有很多小卡说 画的时候线条会抖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流线 设置的数值大一点 它就会自动优化你的线条 这样的线就会非常流畅 这里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个操作 当你在画这种线的时候 你定住不动 它是可以自动给你 优化成一条直线的 比如说你这样画一个圈 定住不动 看它就给你优化成了 一个非常规整的圆 再比如我之前在小号发那个链字的图片嘛 就有一些小可爱来问我说这个渐变的笔刷是怎么做出来的 大家在调试笔刷前呢 先复制出来一个 这个呢就是在颜色动态里面调整这个色相 把这个色相调到40%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来写一个看一下 看到了吗 每一笔的颜色都在变 所以我们在这个画笔工具箱里调整不同的参数 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大家可以自己去多多尝试 那这个形状呢 就是我们画的笔尖的形状 这个颗粒就是画出来的纹理质感 每个笔刷都是这样组成的 所以除了下载笔刷来用 我们完全是可以自己做笔刷的 但我觉得没带有这个必要 因为它自带的这些笔刷 还有我们自己调试后的笔刷 我觉得足够用了 那我个人比较常用的这些画画笔刷和写字笔刷 这次也会打包一起分享给大家 这个软件里面除了笔刷可以下载色卡也可以 不懂配色小可爱呢 就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色卡 导入进来就是这样搭配好的一组组的 遇到自己喜欢的照片 或者是自己画到特别满意的配色时 也可以把这些颜色整合到一个调色板里 这样下次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那这个呢是我最近在画的一组草图 我感觉这次的配色还挺满意的 就刚刚配完 我就这些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色卡 点这个加号这里可以新建一个 长按呢就是吸色功能 点一下这里它就是这个颜色 点一下这里它就像是把这个颜料 挤到了这个颜料盒里一样 这样子就可以把整个画面上的全部颜色 都整合到一起了 其实大家在画画的时候颜色越多 是越不好画的 只用单一或者是两三种颜色 画出来的画面是很容易统一舒服的 但要在一个画面里让几十种颜色 甚至是几百种颜色 统一协调不乱是比较难的 所以大家刚刚开始画画的时候呢 可以用少量的颜色去完成画面 比如你就用三个颜色 或者是五个颜色来完成一幅画 我还经常看到很多小可爱说自己想画 但是不知道该画什么 我的建议是不要一开始就去画一个特别完整的 既有背景又有人物的一个画面 因为如果你时间不多 或者是能力还不足 就很容易画不完 这样就会受到打击 最终放弃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开始先从一些小元素开始画起 比如说单只的花花草草 今天吃的点心喝的饮料 或者画单个的小人 这样呢利用零散时间就可以画完会让人非常有成就感 当你画的越来越顺手 对软件越来越熟练的时候 再去画更大篇幅的话 比如画一个桌面上面有花瓶 有果盘 有书 这个画好了之后 就再去画房间的一角 有餐桌 餐桌上的东西 还有正在餐桌旁边吃饭的人 我觉得这样子一点一点去练习是比较好的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期视频的评论里给我留言 这次刷要送给大家的笔刷和色卡 我会放在我小破绽的这期视频里 骗大家去那里是因为我小破绽的粉丝太少了 大家快去给我撑撑门面吧 多发弹幕点赞都投币了 家家的少幸福生活全都有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你来了 没让你出镜了哈今天 宠物店还不开门 我们家狗都炸毛了 吓不开门 吓不开门 我就自己动手了 拜拜 放关了 喝关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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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